嘿 各位 現在是早上六點 那我呢 絕對不是因為很早起 我是今天晚上 氣到有點睡不著覺 那今天講這個主題呢 是源自於翠翠最近在IG有收到一些視訊 還有一些粉絲是特別寄email 寫長長一篇文章給我 那他們多半都是私訊我說 因為受到遊戲中的謾罵 所以可能會哭啊 不知道要怎麼玩下去 他們很難過 而且多為國小國中 高中的學生 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遊戲產生的情緒 也沒有經濟能力去維護自己的權益 許多YouTuber呢 也有拍過這個主題 甚至從兩年前 傳說對決的風氣就開始變得越來越差 直到現在差到一個不行 那其實我自己在玩遊戲的這幾年來 這種情況也是常常有嘛 那就在昨天晚上呢 佑哥玩了一場遊戲 他遭到他的隊友不斷的言語攻擊 隊友甚至說了爛倒沒媽 一逆風就檢討輔助 說佑哥是喜分吧 對於這種抓著別人多年前過錯撒鹽巴的行為 真的太可悲了 但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之內 所以先不談 那那位玩家呢 最後開啟了全屏嘲笑佑哥 這整個過程佑哥都沒有回半句話 但是但是 他終於玩不下去 於是在溫泉掛機了 接著那位玩家就開始全屏說 聽到玻璃碎裂的聲音 大致過程就是這樣 那在晚點的時候啊 我的IG都收到一個私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跟佑哥的紛擾要私訊給我 他說不好意思可以請你的男朋友在玩傳說時被嘴就直接掛機嗎 啊這什麼邏輯 他應該是要說不要在玩傳說時被嘴就直接掛機 真的很沒水準 影響別人在玩遊戲的體驗 真的很不理 這個搞不清楚前因後果的奇葩邏輯啊 我就直接 將他的段落造潮再回傳給他 就是請他們不要一逆風就狂罪隊友 這個情況齁 大家應該每個人都遇到過 佑哥的故事只是一個舉例 不是範本 大家不用針對這件事做深入探討 今天的範本是在座各位曾經被嘴到哭 崩潰 掛機 甚至退偶的你們 這個嘴人沒過錯 被嘴到掛機的人才是罪人的傳說世界 掛機呢就是不對的行為 但是掛機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覺得隊友太廢 他不爽玩因而掛機 一種是被隊友攻擊到受不了了而掛機 哇 然後我昨天呢 在我的Youtube社群發了一篇簡短的文章 但是下面有兩到三成的玩家 開始檢討被害者了 我無法理解 因為真的很多粉絲跟我反應這個問題 加上我跟佑哥都有遇到了 所以我決定拍這個影片 好好來跟大家說一下我的想法吧 關於先嘴人 人家被你嘴到掛機 這個前因後果的簡單邏輯 相信普羅大眾稍微動一下大腦都應該能明白 還有一些人說 這樣子掛機 對那些剩下認真打的人不公平 哇 這個不公平的源頭是誰起的 他都崩潰了 是還要怎麼玩下去啊 你要真的有骨氣 就請嘴炮的人閉嘴 不要同仇敵看 這只是一場遊戲 你的隊友就是隊友 不是你的敵人 假如我的隊友跟我說 我全家確診 我絕對也是掛機 因為前陣子不久 大家也知道嘛 催催爸爸媽媽妹妹真的確診 我妹也病危 差點離開人間 所以這句話對我來說非常的嚴重 如果你這樣對我說的話 我當下根本不在意遊戲的輸贏 我就是送你下去 那這些嘴炮狂魔啊 他們真的非常珍惜行星 掛機的唯一好處 就是讓他們知道 下場會丟掉自己最重視的行星 之後講話也許會收斂一點 友善一點對待其他玩家吧 我來為大家舉個簡單的例子 今天運動會舉辦了一場 五個人的大堆接力 槍聲響起後第一棒開始跑步 一路成功的將棒刺傳到二三棒 但正當第三棒跑到一半時 被另外一隊超越了 這時候一二棒選手就很不爽啊 認為是他跑太慢 所以被超越了 於是就跑到了三號選手旁邊 不斷踢他要他跑快一點 那他們以往也是這樣對待其他跑得慢的隊友 所以並不認為有任何不妥 但好死不死 這次的三號選手他曾經有過腿傷 所以在不斷被踢的過程中 一下最大力的攻擊導致他徹底骨折了 三號選手跌倒在板爐 無法繼續往前 那觀眾席上好心的幾個觀眾 就將他攀扶到衣物室做休息 這時一二號選手卻在遠處朝著三號大喊 你太玻璃了吧 踢幾下就不行了 現場還有一些觀眾 為還未出賽的四五號選手抱不平 三號真的很爛耶 四五號選手認真準備那麼久 他沒想要好好比賽啊 這樣對四五號選手太不公平了啦 甚至連四五號選手都認為三號選手小題大作 中離退賽實在不應該 那這場大隊接力 理所當然最後以失敗告終 這個大隊接力模式的比喻啊 搬到現實是誰的過失一目了然吧 在現實中的運動賽場上 我們只看得到加油打氣的啦啦隊 和相互鼓勵的隊友 而搬到同性質需要五人團隊合作的電子運動中 整個生態大相反 隊友表現不好攻擊隊友是常態 還有人認為你跑快一點就不會被踢啦 被踢就無視那個痛就好啦 因為你心態不好跑不快活該被踢 我們會開禁言 一定就是因為隊友開始講一些垃圾話 很多人還是希望可以跟隊友好好溝通的 你不能本末導致要求每個善良的人 全部都關禁言 而不去遏止這一些製造貨端的源頭 即使你骨折了 還是會有觀眾吵你大喊 快跑啊 必須將棒子交給下一棒 不然就是辜負四五號隊友 這些兩到三成 奇葩洛基的玩家 不斷在檢討被害者 但是好在傳說還是有約六到七成的玩家 頭腦非常清醒 知道是非對錯 四五號選手 你說他們沒有錯嗎? 其實這就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言語霸凌 但是他們卻是選擇當袖手旁觀的人 在這場比賽中 只要四五號選手 能制止住一二號選手踢人的行為 也許三號選手就能將他的比賽跑完 將棒次交給四號選手 進而贏得名次跟勝利 傳說玩家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就是風氣變差嘛 我本身呢 也遇過非常多整場狂嘴的脫口秀屁孩 人生攻擊屁孩 當時的我做了什麼呢? 我去報警 花了兩萬五千塊請律師寫告狀 最後換到什麼? 什麼都沒有 我給了知道的所有信息 警方那邊卻說無法查找身份 竹籃打水一場空啊 遊戲內檢舉有用嗎? 這個沒屁用嘛 大家都知道 你們會說那就關局內打字啊 不要讓自己情緒受到影響 對啊 我現在是這樣做沒有錯 但那些邪惡風氣 他會繼續去到下一場 荼毒其他玩家不斷循環 那些人講話不知道慶重 不知道也許他的一句爛道美媽 對一個真的沒有媽媽的單親小孩而言傷害會有多大 也不乏一些問候別人家祖宗十八代 講人家畜生 全家確診 誰誰誰死光光 永遠都只會檢討隊友自己都沒有錯 這種人沒實力帶隊友贏 勝負欲又很重 一旦逆風就會開始找戰犯甩鍋 對付他們嘴炮狂魔 最低成本 最簡單 最能讓他們得到教訓 不去禍害下一場善良玩家的方式就是掛機 但這真的是下下策 大家都希望以對待君子的方式帶人 但如果今天遇到的是一個垃圾 那我只能用垃圾的方式來回應你 你一直嘴隊友 他會配合的更好嗎 不 你只會讓他壓力變大 心態變差 表現更不好 更降低整隊的勝率 既然你不想贏 就不要贏啊 我們一起下去 那在此不呼籲掛機這個行為 掛機這個行為本身也不對 雖然這樣對其他隊友不太公平 但我們可以快樂的開始 下一場再把信心引回來 每個人都有玩不好的時候 難保哪一場你就變成 這些嘴炮屁孩的受害者 這也不是我希望發生在你們任何一個人身上的 那相信大家有達到比較高薪的情況下 都知道其實在B牌一下 那些二言相向的行為 會比在高端場多很多 那我前面為什麼會說 可以把那些屁孩送下去 我們在下一場開心的玩遊戲 讓自己上去呢 我這邊跟大家圖解一下 今天的傳說玩家當中 總共20個人 那這20個人當中 可能有4個 就是嘴炮狂木 他們分別就是代表著 紅點的地方 那很明顯嘛 這兩隊打起來 基本上這場勝率是87% 5個良好的玩家就這樣排位上去了 那他們這兩隊 每一隊都各有一個屁孩 那就看誰的運氣好啊 也許是左邊這一隊嘛 其他4個隊友包容力比較大 所以這隊也上去了 接下來這10個人裡面 就會去PK 這10個人裡面 有3個都是屁孩 那我們重新分一下隊 他們10個人下來之後呢 屁孩又重新打散啊 啊這場比較誇張 這場屁孩 3個都在左邊這一隊 右邊這一隊勝率 97%好不好 這隊一定又會上去 那我們說說 一開始贏的這兩隊 他們兩個呢 也會重新PK嘛 那他們中原本的 這個紅色屁孩啊 啊他現在變到右邊這一隊了 右邊這一隊 那左邊這一隊勝率 又是87% 所以這一隊5個好人又上去了 那這個屁孩呢 有可能又掉下來到這邊 那他可能會再上升這一隊的 可能這個位置好了 但是由於他的敵方有3個屁孩 所以他1個屁孩還是贏了 那他的循環就會變成 上升到另外一個層級 去荼毒其他4個玩家 那最可憐的屁孩大隊 也會降到更低的排位 通常就是一些更多的屁孩聚集 所以他們3個呢 不但分佈在了這3個地方 那這個層級的人 本身會嘴輪的比較多 又多了2個 所以這一隊 基本是2個屁孩 vs3個屁孩 看哪一邊屁孩少 勝算就比較多 那也許剛剛這個升上去的屁孩 他又一直反反覆覆的這樣 升一顆星掉兩顆星 他有可能又會落到這個層級裡面 也許眾多屁孩當中啊 你們就會會面 然後就會變成那些低端場排位 一直有嘴人的情況發生 我跟你們說啦 真正搶的玩家 他們去低端場玩 就是玩一個放鬆 他不會去在意隊友玩的好不好 因為他知道他們水準就在那邊 他就是要過去凱瑞的 只有那些實力達不到自己理想當中樣子的人 才會一直一直一直的去檢討隊友 而不是審視自己哪裡出了問題 言語暴力也是一種霸凌行為 一味的姑息 只會讓霸凌更加囂張 沒有人本該承受你們的言語傷害 甚至加害者也是那些不分青紅皂白 就請骨折的人 繼續跑下去的那些觀眾 那現今也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大家都能有不同的想法 也許你覺得 不管怎樣 掛機就是不對 那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也許這代表你很大度 你EQ很高 那我真的恭喜你在處理情緒方面非常優秀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跟你一樣優秀 有些對你來說無足輕重的話 在另一個人的耳中卻是切腹之痛 他們受的傷害要如何彌補 他們的正義要如何逃回 在現在的職業聯賽當中 我們也常常見到哪一隊打輸了 聊天室就會蹦出許多傷人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當這個比喻中 現場的啦啦隊為每個選手加油打氣 最後想跟那些被嘴到受不了的玩家說 如果你真的來不及關局內打字 被隊友的一些話重傷到 情緒不堪負荷無法繼續遊戲的話 遇到我 我是可以讓你掛機休息的 我也會盡全力帶你飛 希望遊戲帶給我們的是歡樂而不是痛苦 希望我們可以找回傳說最初乾淨的生態 並延續下去